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線的主播 黃盛凱加入我們 烏爾戰爭一週年前戲 那麼美俄各自出招 那麼美國總統拜登 跟俄羅斯總統普丁 各自演說平場 好 現在烏爾戰爭的結果 好像不單純只是烏克蘭的事情 是從美俄兩國 他們總統的最新演說 可以觀察到 拜跟普丁都把國家的面子 跟未來通通綁在 這個戰爭的結果上面 兩方都互嗆 對方絕對不成功 那尤其普丁還再度 端出了核武威脅 他說俄羅斯要暫時退出 核武的裁檢條約 還說不排除要進行核事業 看起來俄羅斯才很硬 不過戰爭看起來 也沒有要結束的意思 因為這個時候 中國也跑了腳去 沒錯 其實從表面上 我們看起來是烏爾雙方在戰 但其實背後 還隱藏著美俄跟美中的較勁 那對中國來說 俄羅斯是他要改寫 整個世界秩序的夥伴 他當然不會讓這場戰爭 拖更久 削弱到俄羅斯的國力跟影響力 所以傳出 現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現在他有出訪 俄羅斯要安排和談的 相關的行動 稍後我們再來關注 過這兩天 全球的記者忙到不行 先是我們看到 拜登秘密出訪基輔 再來到2月21號 也就是昨天 美俄兩國總統在同一天 跨國對抗 他們各自發表了重大談話 很多人都有一個問題說 烏爾戰爭到底有沒有要結束呢 什麼時候要結束 是不是快要結束了 那從拜登跟普丁 兩個人的重大談話來看 我們得不到答案 但是有一個漸漸浮上檯面的事實 就像紐約時報說的 我們現在好像回到了 冷戰時期 兩大集團對抗的局面 拜登在波蘭的演說當中 他特別點名到 普丁多達10次 他強調說 烏克蘭絕對不會成為俄羅斯的勝利 而且他選擇發表這個演說的地方 也非常的有意思 這個地方呢 是波蘭的一個歷史景點 叫做Kubuski Arkad 那這個地方在二戰的時候 是完全的被摧毀 摧毀到完全的被破壞 那後來經歷了好幾十年的重建 現在恢復了生機 是不是也在比喻 飽受戰火摧殘的烏克蘭 在整個西方的支援跟支持之下 未來也能浴火重生呢 國境中心的最新報導 帶你了解更多重點 美國總統拜登與北約盟友 波蘭總統度達會面後 在波蘭首都華沙的皇家城堡 發表演說 當俄羅斯總統普丁發表完國情 諮詢演說 拜登距離普丁1200公里 時差兩個小時 拜登站在幾千人 波蘭國民以及250萬 出逃到波蘭的烏克蘭難民面前 隔空誓言 這是民主與極權的戰爭 美國總統第一次前往 不受美國控制的戰區 拜登強調西方將繼續支持烏克蘭 而拜登突然親訪烏克蘭首都基辅 也是一年來二度訪問波蘭 因為波蘭擁有北約成員國當中 與烏克蘭接壤的最長邊界 而且一直是武器輸入 與難民輸出的主要通道 除了波蘭的安全問題 拜登將會見北約東裔九國領袖 關注北約在波蘭的資源 烏克蘭即將進入第二年 還看不到結束的跡象 拜登利用訪問拉攏盟國 接下來能不能說服盟邦和美國民眾 持續支持烏克蘭 同時避免讓 北約與俄羅斯衝突 將是拜登最主要的外交政績 好 從拜登演講可以看到 其實拜登他就把這個烏克蘭戰事的結果 跟國家的未來 還有整個西方盟國 他們的合作力道綁在一起 那拜登在波蘭的演說當中 他特別點名了普丁的名字 多達十次 強調呢 烏克蘭絕對不會成為俄羅斯的勝利 那相較於拜登提了十次 那普丁在自己的演說當中 就是他上任以來最長的演說 一個小時四十五分鐘 是完全沒有提到拜登的名字 那這個演說內容 你可以想像 就是抨擊西方 強調俄羅斯不會倒 還有就是俄羅斯 其實是不得不展開 這一場特殊軍事行動 要替俄羅斯護航 那這些內容 我們聽起來 當然是覺得非常的荒謬 那外國媒體甚至都一致的覺得說 了無心意就掉重談 但是這一些演說內容 本來就不是要說給國際社會聽的 倫敦國王學院的俄羅斯專家 薩姆格林 他就表示說 普丁這一場國情諮詢的目標 最重要就是要激發 國內聽眾的熱情 還有要號召對政府的支持 所以這本來就不是要說給我們聽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普丁的確想要讓全球都聽得非常清楚 現在俄羅斯要暫時退出 管控核子武器的新戰略武器裁檢條約 再度向全世界發出了核戰警告 烏二戰爭滿週年前三天 俄羅斯總統普丁向國會發表萬眾矚目的國情諮詢演說 演講內容由普丁親自撰寫 時間長達一小時四十五分 創下普丁個人演說紀錄 去年普丁下令發動侵略後 並沒有發表國情諮詢 理由是當時事態十分緊張 因此這場演說可以說足足延了一年 不以特別軍事行動 而是改口以戰爭描述物惡衝突 美國總統拜登搶先在普丁演講前 驚喜現身烏克蘭 引發俄羅斯國內鷹派人士不滿 普丁也把握機會 試圖安撫國民情緒 最後普丁更放話威脅 不得已時將不惜恢復核武測試 普丁演講前二十分鐘都在抨擊西方 被BBC以了無新意形容 中共外交最高階層官員王毅 此刻人也在莫斯科有望和普丁見面 華爾街日報報導 中共擔憂俄羅斯在戰爭中節節敗退 傾向推動停火 烏俄戰爭還沒結束 新一輪地緣政治角力正在上演 今天新聞 西子健 蔡崇曼報導 好 普丁這一場演說 在烏克蘭民眾的眼裡 真的是在瞎扯淡 烏克蘭總統顧官布多利亞克 就在推特貼文說 普丁的整場演說 只有提到陰謀論跟納粹 那這些都是不實消息 這是公開展現普丁的困惑無知 更凸顯的是俄羅斯現在 沒有其他伎倆可以用了 那他希望大家把普丁說的話 通通都把它記起來 到了戰爭罪的法庭上 好好的一一來審視 那另外剛剛在新聞中 我們看到普丁說要暫時退出 管控核武的裁檢條約 那這個條約最重要是 美俄雙方簽訂規定 兩國部署的核彈頭 不可以超過1550枚 那導彈也不可以超過700顆 轟炸機不可以超過700架 那這些內容的目標非常簡單 就是美俄雙方約好 我們一起把這些戰略性的 破壞性的武器 通通把它降低 讓整個美俄的緊張情勢下降 那我們剛剛有看到 普丁現在宣布說 他要暫時退出 當然整個情勢又變得更緊張 整個情勢都在上升當中 各方專家都認為 核戰的可能性 就在增加當中 那這時候俄羅斯在外交部 最新的聲明就來了 他表示說 儘管普丁宣布要退出 但是俄羅斯還是基本上 會尊重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條約對於整個武器的上限內容 同時還說 俄羅斯也可以取消退出這樣一個協定喔 那這是什麼操作呢 其實真的沒有人看得懂 不過隱約就在透露 俄羅斯其實也害怕 退出這樣一個協定之後 整個衝突的等級 可能會進一步的擴大 因為同時我們看到 俄羅斯召見了美國的大使 要求美方撤回對烏克蘭的新軍援計劃 除了在展現俄羅斯的強硬之外 其實也是在顯示 這些西方源源不絕的軍援 其實已經對俄羅斯造成很大的壓力 也成為了戰局的變數 尤其現在據傳 增援烏克蘭F-16戰機的可能性 越來越高了 好剛剛你看到的就是拜登到波蘭的時候 就有民眾在外頭高喊 趕快增援烏克蘭F-16戰機 那雖然拜登曾經公開的否認會增援戰機 不過根據在烏克蘭的美國代表團的說法 包含出席的外交委員會主席麥考爾 他說現在美國要增援遠程飛彈跟戰機增援的可能性 是越來越高 那美國的意向是越來越傾向要支持增援 就在西方不斷的軍援 美俄兩國總統各自開講 这一場烏俄戰爭背後 其實還有一個國家 他正在尋求一個外交定位 那就是中國 《華爾街日報》就報導 一直沒有譴責俄羅斯的中國 他現在積極的想要藉由推廣和談 來顯露中國是支持和平的那一方 另外他也是要來嗆美國 說美國不斷的提供武器到戰場上 這才是破壞和平的那一個國家 而在同一天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跟外長接連都開砲 帶你一起來看 美方是烏克蘭戰場的最大武器提供者 昨天美方還宣布再向烏克蘭提供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美方現在卻不斷地散布中方提供武器的虛假信息 居心何在 美方口口聲聲要維護和平 實際上卻大發戰爭財 美國的軍工企業從烏克蘭戰場 賺得盆滿波滿 良心何在 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已近一年 我們敦促有關國家 立即停止拱火郊遊 停止向中國甩鍋推責 停止鼓噪 今日烏克蘭 明日台灣 中國的發展 離不開安全的國際環境 同樣 沒有中國的安全 也就沒有世界的安全 為了促進中國的定位 現在中國的最高外交官員 中央外事辦的主任王毅 他仍已經在俄羅斯 並且強調中俄兩國的關係 堅若磐石 這其實也是凸顯烏爾開戰之後 整個定員政治的變化 更詳細的內容 在開戰一週年的那一天 我們會帶你一起來看 不過現在就傳出了 習近平也不想要從這一場 地緣政治的變局當中被隱形 《華華街日報》就引述知情人士的說法 表示習近平很有可能 在結束完中國的兩會之後 在四月或是五月會出訪俄羅斯 那除了目標要促進烏爾雙方和談之外 他也要造訪其他的歐洲國家 被疫情封鎖將近三年的中國 我們看到現在動作頻頻 他要重回外交的大舞台上 不過外界更關注的還是 到底中國會暗自給俄羅斯 怎麼樣的支持呢 到底會不會有美國說的致命武器 畢竟中國兩方他們不斷的公開 他們的合作是沒有禁區 那這些大國的外交謀略 還有烏爾戰士的最新發展 近新聞都會持續的帶你掌握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的條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